今晚台湾已经进入零扑刷的年代 但流浪动物问题却为就此结束 人称张妈妈的张慧敏 投入救援流浪动物已经超过20年 一共收容了约600只流浪猫狗 为了照顾这些浪浪们 他选择每天睡在狗场与狗共枕眠 也因为救援动物 将往长期搬众物受伤开了四次刀 今晚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但张慧敏说 救狗已经成了他毕生置业 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终结浪浪漫的流浪杯哥 好 你最乖 你最乖 大饵 大饵 那是马上在插的 你在那边咬 好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好 等一等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好 湿搭搭的 不要在那边等 过去那边 去啦 好啦 擦一擦 摸摸头擦擦身体 面对这些爱撒娇又争宠的毛孩们 张慧敏总是无法抵挡他们的热情 哎哟 很痛 很痛 一看到主人就兴奋地扑上来 拿懂得脚上的爪子 一不小心就会抓伤人 这是毛孩们最直接的施爱方式 张慧敏董也乐在其中 因为像这样 每天与狗为伍的生活 他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每天上下山 就看到很多的流浪狗 那我也不顾不了那么多 反正我就一只吃一只 其实张慧敏并被原本就爱狗承吃 最初经营录影带变的他 因为儿女在外头 救了狗回来养 却没时间照顾 他只好帮忙接手 才在照顾过程中 逐渐对狗产生感情 擦一下擦 就像是身上那颗 爱护动物的开关被打开了 他开始看见许多流浪动物问题 投入救援越救越多 最后决定在平溪山上 租地建构场 他叫什么名字 他 他叫小白 小白怎么那么胖 他从基隆的一个资源回收厂 带出来 真采圆滚滚的小白 活泼又亲人 但在被张慧敏救出来前 他才因为没结渣 在发情交配时 被四肢强行中断 造成子宫外露命在旦夕 那个爱心妈妈就跟他讲说 叫他带去看医生 他没有钱了 他说他没有钱了 虽在医 四生四死都由他了 那我们那个爱心妈妈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不懂了 我一听到我就不懂了 我说走走走 我去带 我带他去看医生 国床里目前一共收容了近六百只毛孩 像小白这样受到前四组不当照顾的例子 这只是其一 还有许多遭骨瘦夹夹断腿 甚至是瘫痪被弃养 在别人眼中有残缺的毛孩 却都是张慧敏心中的宝贝 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毛孩身上 后来还索性不回家了 直接睡在山上的狗场 那你睡觉的时候 你会躲进来吗 不会啊 就是床上一个 床上至少有两只吧 三只 四只四只 那么几啊 对 至少啦 就只有一个单人床 他们也要几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被尿骚会惊醒 有的 没有 像有生病的狗 他的尿都会比较臭 对啊 那生病的狗我都会带进来这边 就我看得见 有时候要掉点滴啊 干嘛的 我都会自己先弄 然后他们的尿就会变得很臭 很腥 换被子 换床单 下来 都是你啊 下来 快点 快点 先下来 其实我在这边住了已经九年多了 我都住在这里啊 对 所以 儿女都挺心疼的 因为摔倒了 干嘛了 都没有人知道 这些年来 他的脊椎跟脖子 因为救援流浪动物 以及长年搬飼料等重物受伤 一共开了四次刀 导致行动无法像以往一样敏捷 又让家人十分担心 阻止不了他 因为他其实 他心都在这一堆狗上面 那既然阻止不了 也就只能配合他多 我们能做就多 多帮他做一些了 你给我一坨 你给我一坨 哎呀 既然劝阻不了 只好换个方式 用行动支持他 不仅妹妹来帮忙 他的两个弟弟 也揽下 沟昌与所出众活 希望帮张慧敏减轻工作量 已经做了 好像这就是我的责任了 就不可能会轻易地说不做 不会啦 就是做到我死吧 要做到不能做为止 能多救一只是一只 这微小的愿望 却让他付出好大的代价 每个月的饲料费 毛涵的救援 医疗费用 几十万的支出 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我这边生病的啦 看医生的啦 做任何的手术的啦 我通通没有在网路上po的 跟人家要求要帮助我们 我觉得 愿意帮忙的人就会帮忙 你去挨 我不想 自尊心还蛮强的 就我也不想 我觉得你觉得有看到我在做 你愿意帮忙 你就帮我 你如果不愿意 我也不求 不打悲情牌募款 也不想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与负担 他骨子里有股侠侣仗义的性格 尤其是在动物身上 不过这只有在亲近他 看过他是如何与狗场里 毛涵们相处的人 才能察觉体会 也因此偶尔也会有人 因为不了解而对他产生误解 给我讲的有够难听的难听 什么妨碍的爱 爱 爱妈 意思就是说 我拿人家的捐款在帮助这些流浪狗 事实上我好像都没有这么在做 狗受伤了我没有送医院 我相信我做事情都凭良心 而且我做事情我绝对无愧于心就对 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我从来不对自己好那么一点点 我所穿的衣服全部都是人家旧因回收 就是寄来给狗狗要垫的 我觉得还不错我就把它拿起来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买过一件衣服 天地良心 我这样子在对待狗 你还把我讲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寒心 我真的很寒心 不骗你 这样的恶意攻击让张慧敏非常伤心 自己明明那时候就很烦恼很屋子的 想个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结果结果看到他们这样搭你 跟你塞纳什么的 你一切烦恼就暂时割下吧 干嘛啦 和尚 干嘛 亲一下 亲一下 好了 他们每一只狗都很亲 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疗愈受伤的心 这是人狗之间最纯粹的情感 张慧敏知道为了这些毛孩们 他得赶紧打起精神 狗场旁邻居家的狗 脖子上长了颗大肿瘤 也托给张慧敏请他帮忙送医 可以开就开 不可以开 他年纪也大了 十三岁了 那不开也没关系啦 我是这么跟他讲 那就看医生怎么说啦 医生如果觉得他还可以开 那就把他拿掉吧 要不然走路都不能走 背一颗这么大一颗 很辛苦 他很紧张 可是他很乖 很乖 不怕 你不怕啊 我刚刚有跟你讲啊 带你来看医生啊 对不对 带你来看医生啊 医生评估后 肿瘤狗得开刀并住院观察 从救援送医 到清洁照顾沟场毛孩 这就是张慧敏的生活日常 假日他也没闲着 定期会举断送养活动 把毛孩找家 严格筛选领养人 因为每一只毛孩 可都是他的心头肉 我还被人家骑着车子 骑着机车到我前面 跟我说 你送狗送的那么狭白 我说不是狭白 我说一只狗的一生 十几年的时间 是操纵在我们第一线 我们不放他过滤好的话 万一送给一个不好的人 他这一辈子 他这一生就完蛋了啊 他不只过滤领养人 也希望宣导正确的观念 打破领养瓶中狗 女幼犬的迷思 让在流浪狗里 占大多数的米克斯成犬 也能有机会得到疼爱 因为他们已经 都预防针打完了啊 结扎扎好了啊 那也有晶片啊 你只要好好地带他一辈子 这样子就好了 因为你从小小狗养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毛病很多 也不懂得大小便怎么样 你都要重新交起 那像这种已经 五六个月六七个月的 我们都已经交得差不多了 投注时间和心力 在毛孩身上 张慧敏常开玩笑地说 他对毛小孩 比对自己的儿女还要好 以前住在家里的时候是说 不要养那么多狗 那不然我就要搬走之类的 对 以前是用这样威胁 但是威胁好像有成功 三天后来就狗又全部回来 也能支持他 因为他毕竟是妈妈 也是在做对的事情 那就支持他 拗不过妈妈的坚持 蔡岳成现在只要一有空 就会来帮忙 对张慧敏来说 有家人的力挺 才能让他心里旁顾地 持续在这条路上努力着 这是他这辈子的志业 也是他不悔的选择 上辈子我可能是欠他们很多吧 才会做成这个样吧 让他们一支一支地胖嘟嘟 然后很高兴很活泼的这个样子 我就很高兴了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还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请帮我们按个赞 或分享到脸书支持我们喔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帮我们订阅 并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喔